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18中的数字显示 2017年从业人员就有500多万人 经济总产值突破了2600亿元 产业发展也是顺风顺水 可是今年的小龙虾一上市就让人捏着一把汗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今年的小龙虾价格忽高忽低 有人赚了钱也有人亏了本 我们来们之前也曾经报道过 有的地方养殖面积集中扩增 集中上市 造成销路不畅 价格不理想 而与此同时 关于小龙虾的传言 也在这个销售季又一次浮出水面 那么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传言 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什么龙虾是测水格长的啊 什么不畏食之类的东西啊 以前爸我还挺喜欢吃的 但是自从我听了这些谣言之后 我就不太敢吃了 我的朋友圈都有 你看这篇文章 说什么重金属超标 还有说外国人都不吃 还说得什么花腹病 刘晓飞是开小龙虾店的 最怕这些不实的传言影响 肯定是有影响啊 然后如果有这个谣言的话 大家听信了之后 他就不爱吃了 或者说甚至不吃了 肯定影响我们销售 你看我这总共是1800块钱 它一年的产量大概在60万斤 那只要给我们造成较一块钱的话 我们那个省息就60万了 担心龙虾养出来之后 价格不好卖 甚至卖不出去 这个是有的 我们今天就遇到两到三家这种现象 但是呢 后来通过我们给他做解释 做具体服务的保障 这一块也打消了一部分的 这个这种观念 我们从湖北到江苏 都没有找到 污水环境里面生长的小龙虾 这个传言中啊 说小龙虾就喜欢这个污水的环境 现在我们来到了南京农业大学 我们去找水产系的专家 来求证小龙虾是否喜欢污水环境 在实验室里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方兴兴博士给记者做了一个实验 一个泡沫箱分成两格 一边放清水 一边放污水 每个格子里分别放入十只小龙虾 看实验会是什么结果 七分钟后 生活在污水中的小龙虾开始行动 半个小时后会是什么结果呢 经过半小时 那么我们污水当中的十只龙虾 应该说是有八只转移到清水当中 那么当然清水里 特别有一只龙虾转移到污水当中 那么这个实验结果就比较直观的 比较直观的 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小龙虾还是比较喜欢清水 不喜欢污水 方博士说 污水中有一种成分叫分子氮 对小龙虾危害很大 所以小龙虾在污水中很难生长和繁育 以往小龙虾也生得多 污水中也有出现 可现在都是人工清水养殖 污水中也就很难见到 记者采访中还听到这样的声音 说底板干净亮丽的小龙虾 是用药水漂过的 这是真的吗 进回来的小龙虾 非常的干净 底板非常的白 不需要用什么药水进行漂洗 只需要稍微清一下水就行了 刘晓飞说 由于现在养殖环境好了 从养殖堂刚抓起来的小龙虾 每只底板都是干净的 根本不需要再用药水去漂 如果再用什么药水来漂洗 还会额外增加成本 不划算 看来干净的小龙虾 是用药水漂洗一说 也不真实 小龙虾重金属含量是否超标 再来看看记者 曾经的采访 我们通过湖北省宜城市水产局的工作人员 分别对黄建平 郭忠诚和李又明 三家养殖户养殖的小龙虾 进行了抽样 同时 又请湖北省宜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在湖北省宜城市振兴美食广场 随机对三家酒店加工的小龙虾进行抽样 记者随同湖北省宜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把三组活家样品和三组熟虾样品送到了湖北省襄阳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对其重金属含量进行检测 那怎样检测才更准确呢 我们到时候出报告的时候 就是同样一只虾子 我要出虾壳了 虾头 虾壳和虾肉 林霞告诉记者 他们下一步将把样品送入检验室 分别把虾头 虾壳 虾肉进行分类检测 目的就是看这三个类别 哪一个重金属含量会更高 由记者委托检验的三份活虾样品 和由湖北省宜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监督送检的三份熟虾样品的检验报告 已经拿在手中了 那小龙虾的重金属含量是否会超标呢 我们在公布结果之前 先看如下图示 小龙虾的重金属含量 是指拱 隔 千等金属含量 国家标准是每千克含金属 不得超过0.5毫克 一旦超标 对人体伤害极大 拱 食入后直接沉入肝脏 对大脑势力神经破坏极大 长期使用会引起蓄积性中毒 隔 导致高血压 引起心脑血管疾病 破坏骨盖 引起肾功能失调 铅 是重金属污染中毒性较大的一种 一旦进入人体很难排除 直接伤害人的脑细胞 为了让检验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通过对活虾和熟虾的虾头 虾壳 虾肉分类检测 总共各千最高含量均 低于国家标准要求的0.5 传言说外国人都不吃小龙虾 真是如此吗 我们来看看记者曾经的报道 在湖北省前江市小龙虾博览会上 记者就发现了几桌外国人吃小龙虾的场景 据了解 这些外国朋友来自英国 斯里兰卡 尼泊尔等国 那么在他们的国家 人们也吃小龙虾吗 真的像这位美国朋友说的那样 美国人也吃小龙虾吗 我们就带你到美国去看看 记者走进这家餐厅 就看到不少人在排队就餐 记者上前观察 发现这些排队的人都是在等小龙虾 这些消费者几乎全都是美国当地人 那这个老少都喜欢的小龙虾 会是什么味道呢 我们放了一些中国的佐料 百分之一百的中国的味道 所以跟在市场外面 他们本地的小龙虾是很大的区别 李勒是中国福建人 他在美国休斯顿已经开了十年餐馆 一直主打小龙虾 他的小龙虾味道 是一直按照中国的烹饪习惯来加工的 记者也观察了一下 这一大盘子小龙虾 大概有五斤左右 可刚放到窗口里 不到两分钟就没有了 那他这个店每天要消费多少小龙虾呢 每天的话平均星期一到星期四 我们下午半天的话 因为达到300到500磅 然后周末会差不多超过1000磅 最多应该会到1500磅 李勒说他有两个店都主打小龙虾 就是淡季两个店最多的时候 一天也能消费掉3000多斤 他这么多的小龙虾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开了这么多餐厅 百分之百用中国的小龙虾 李勒说美国本地的小龙虾不够美国人吃 现在美国市场上百分之八十的小龙虾 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记者也发现在这里几乎每个桌子上 都有好几盘子小龙虾 其中有一家四口美国的消费者 已经吃了二十多盘了 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他们真的这么喜欢这里的小龙虾吗 不仅是李勒的两个店生意兴隆 其他的小龙虾店也都是如此火爆 看了这个场景 朋友们是不是可以用惊呆了来形容 不会再说老外不吃小龙虾了吧 近一段时间在网上微信群朋友圈 热传一篇文章说 吃小龙虾会得哈夫病 说小龙虾为什么会从西方的餐桌上消失 跑到中国餐桌上来 是因为西方人不敢吃 怕得哈夫病 中国人还被蒙在鼓里 其实这个话题前面已经证实了 小龙虾不仅没有从西方的餐桌上消失 而且还很火爆 那么什么是哈夫病呢 哈夫病简单地说 是与随常相关的食源性疾病 最早发生在布鲁地海 哈佛港湾地区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哈夫病 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 盆温基溶解综合针 叶高峰主任告诉记者 哈夫病的主要临床症状是 肌肉疼痛 无力 全身不适 如果积极治疗能很快康复 也有极个别体质差 严重的患者会有很大的风险 那吃小龙虾会得哈夫病吗 小龙虾是种水产品 它不是哈夫病的致病原因 真正的元凶呢 是潜伏在水产品身上的 某些致病因子 目前有传言说 吃小龙虾就会得哈夫病 这是不科学的 不准确的 也是和实际情况不相似的 叶高峰主任说 只要我们做到饮食卫生 科学烹饪 就会很好地避免哈夫病的发生 反之吃什么水产品 都有得哈夫病的可能 虽说以上小龙虾的传言都不熟识 可为什么每当夏季来临 它们总会伴随小龙虾一同登场呢 在虾出来的时候 大上市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一些虾贩子 可能它为了压的价格 它就写这样一些负面的消息 那么影响了我们虾能的销售 和价格的保护 网络上的是编手 它的编制 编制制动谣言 在朋友圈 在网络上提高自己的身价 提高自己的名气 谣言为什么传得这么快 也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人 不了解实情就进行了转发传播 要想少一些谣言 就应该从我做起 不造谣 不信谣 不传谣 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 远隔千山万水 很多消费者并不了解农产品的生产过程 很容易被传言迷惑 其实很多传闻不符合常识 一戳就破 像污水里养虾就是这种 要减少谣言对农产品市场的冲击 就得加大权威信息的攻击 建立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平台 快速扑杀各种谣言 目前食品安全信息发布途径 渠道分散 识别度不高 不能及时回应消费者的关切 这种跟着谣言被动跑的局面 必须彻底扭转 手指动一动 农民就可能是几百万元 几千万元的损失 对那些恶意发布不识信息的人 也必须严惩 让每个人切实为自己发布的信息负责 欢迎回来 最近这一个月以来 网上一度热议 车离子自由 苹果自由 荔枝自由 让人们对今年的水果价格 是格外关注 那今从夏天以来 一些应急水果 已经开始大量上市了 眼下水果的价格会出现哪些变化呢 来看记者在北京水果市场的调查 陆下以来 北京市场上的应急水果逐渐多了起来 其中夏季消费的主打水果西瓜 价格较为亲民 我看这还挺便宜的 这还挺便宜的 我看这多少钱 不到两块钱 那便宜多了 便宜多了是吧 目前北京市场上销售的一些西瓜 主要是产自山东的田王西瓜 随着西瓜成熟期到来 北京本地产西瓜即将陆续上市 市场上西瓜的价格已经开始逐渐回落 记者在北京新发地市场了解到 虽然目前西瓜价格开始下行 但是5月上旬 西瓜价格相对于去年同期还是涨幅不小 上涨幅度达到了60%到70% 进入6月 樱桃开始大量上市 记者在北京一些超市了解到 目前樱桃价格一般在每公斤50元到60元之间 价格差距不大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一些樱桃采摘基地原本较高的采摘价 开始出现与超市零售价格趋同的现象 这个价格是多少啊 30 这边是40块钱一斤 你觉得这价格怎么样能接受吗 还行吧 这会正好感受我们樱桃采摘节 只要每年的樱桃节一开始 就预示着我们顺一区的樱桃开始大量上市 由于春天受点动害 所以今年每年要减产点 价格方面和去年差不多 在30到60之间和去年差不多持平 记者在北京新发地市场看到 随着外地应急樱桃大量上市 樱桃的批发价格已经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现在都发14左右吧 早上是16的 刚上市的时候是90的 大的有20 30的也有 相对于传统销售方式 樱桃在一些电商平台的销售价格 因果品质量和品种差异的原因 有着较大的浮动 一般在每公斤45元到109元不等 也有一些樱桃的价格 能卖到每公斤160元到400元不等 价格跨度较大 以前的樱桃咱们讲究的是量 最近咱们讲究的樱桃 讲的是质量 有一段时间就是大连产的樱桃价格 甚至比南美洲过来的车离子 那个价格还要高 就说明在我们的质量的提高上 下了很大的工作 除了北方本地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外 南方应季水果荔枝也已经批量上市 据了解 由于今年我国海南 广东等荔枝主产地 几乎都出现了减产 因此今年荔枝一上市 价格就比去年高出大约80% 几乎翻了一番 批发酱现在是属于勾八块多 八块多钱一斤 开始是得勾十多块钱一斤 一斤 得到十一二了 往前荔枝上市 这价格还是会有一定的下降空间 它是属于环米下降 去年荔枝的价格 当时我们市场的荔枝批发价钱 只有三四块钱 两三块钱的价位 当时这些个股东收入都相对来说 是比较亏损的 现在我们的卖店 一般是在六块到八块 比全同期就是翻了一番 但是这种翻番 实际上是价格逐渐在恢复一个正常 据农业农村部 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 目前七种主要水果的周均价 为每公斤7.93元 环比上涨5.0% 同比上涨43.4% 分品种看 富士苹果 飓风葡萄 鸭梨 菠萝和香蕉的价格 环比分别上涨9% 7.3% 5.6% 2.7%和2.2% 西瓜价格环比下跌5.3% 随着应季水果大量涌入市场 夏季水果价格将逐渐趋于平稳 除了苹果 梨等一些储藏类水果 受储存量的影响 价格还将小幅上扬外 应季水果价格都将逐步回落 夏天到来 水果的丰富度更强了 大家的消费选择更多了 我们大家喜欢乐见的 西瓜 水蜜桃 樱桃 荔枝 价格的话就会非常亲密 非常实惠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三农时讯 近日 中国桑蚕丝绸文化展 在中国农业博物馆举行 此次活动将全面展示 中国桑蚕丝绸的悠久历史 丝绸之路文明互建的文化基点 和桑蚕丝绸业的发展成就 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 桑蚕丝文化的保护传承 和桑蚕产业的发展 在推进实时相对进行战略的过程当中 始终把发展桑蚕特色产业 作为促进脱贫空间 农民增收 生态改善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中国桑蚕丝绸文化展的展出时间 为2019年6月6日至8月15日 旨在传承提升发展中华农耕文明 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想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查询往期的节目内容 请观众们的官方网站农市网 农市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口端 当然你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提供新闻线索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关注区郊三公囊的官方 微博微信 我们会任人阅读 您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